想不到吧 原來胸腔跟頭腔是這麼一回事 嗨 大家好 我是Cin姐姐 那你可能有聽說過 Chest Voice Head Voice 胸腔 頭腔 到底是什麼東西來的 那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來講一講 Chest Voice 跟 Head Voice 現在先把手放在你的胸腔的部位 用你最低最性感的聲音說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Hello Hi 你好嗎 這次明顯的感到胸腔的部位有震動對不對 把你的手放在胸腔的部位 可是現在呢 我們要用更高音一點 更娃娃音一點的聲音來講 Hello Hi 大家好 Hello Hi 大家好 Hi 大家好 訂閱了沒有 大家分享了沒有 所以感覺到 咦 怎麼震動都不見了 把我們的手指放在我們的鼻樑 再一次的用最低最性感的聲音 Hello Hi How are you Hello 大家好嗎 感覺到有什麼震動嗎 嗯 好像沒有很多震動對不對 再一次把我們的手指放在鼻樑上面 現在我們來高音的囉 Hello Hi 大家好 大家好不好 吃飽了嗎 有感覺到震動嗎 咦 怎麼震動又回來了 其實這是一項非常簡單的一個小測試 可以清楚的感覺到 其實我們聲音的共鳴呢 它是會移位的 音的時候都是靠胸腔的共鳴 那高音的時候呢 都是靠我們頭部的一些共鳴 大家現在明白什麼是 Chest Voice 跟 Head Voice 了嗎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 Chest Voice 跟 Head Voice 的位置在哪裡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唱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現在發的這個音 它是屬於胸腔共鳴 還是頭腔共鳴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更好的把我們的聲音發出來 好的 那如果大家還要學到更多有關唱歌的小教學的話 記得一定要 按讚 留言 分享 訂閱 最重要就是 你的小鈴鐺一定要給我打開哦 我們下一堂課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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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